下面给大家介绍 虚拟遗憾最小化算法 在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遗憾最小化算法 在遗憾最小化算法之中 我们无法处理状态空间 呈海量增长的这种博弈的对决 因此引入了 虚拟遗憾最小化的算法 在具体介绍虚拟遗憾最小化算法之前 我们来做一些符号定义 集合A是博弈中所有玩家所能采用的行为集 如在石头、剪刀、布这一个游戏之中 我们可以采取出石头、出剪刀或出布三种行为 I是一个信息集 它包含了博弈的规则 以及玩家采取的历史行动 在信息集I下所能采取的行为的集合 我们把它记为A括号I 玩家I在D、T轮次采取的行动 AI它是属于A括号II 反映了其在该轮次所采取的策略 也就是Sigma-IT 包含玩家I在内的所有的玩家 在T轮次采取的行动 构成了一组策略组合 我们把它记为Sigma-T 在集合I下采取行动A所反映的策略 我们把它记为Sigma-I到小写的A 也就是说在信息集I下面 我们将马上采取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就是小写的A 在小写的T轮次 所有玩家采取的行动是一条序列 我们把它记为小H 采取某个策略Sigma 计算行动序列H出现的概率 我们记为PiSigma-H 每个信息集I发生的概率 PiSigma-I 就等于所有属于这个信息集 所能产生的所有的行动序列 它的概率的哪家 即所有能够到达该信息集的行动序列的概率哪家 给定博弈的终结局势 小写的Z 它是属于终结局势集合 大写的Z 玩家I在游戏结束后的收益 即为UIZ 即玩家I已经进入了终结局势小写的Z 在策略组合Sigma下 施加博弈行动序列小H后 达到最终局势小Z的概率 我们把它计为PiSigma-HZ 有了这些符号定义之后 我们来看如何计算 虚拟遗憾 当采取策略Sigma后 其所对应的行动序列H的虚拟价值 我们可以如下计算 注意这里的行动序列里面不包含中子局势Z 那定义如下 Vi括号SigmaH就等于Pi-ISigmaH 乘以PiSigma括号HZ 再乘以UIZ 这里的意思是指的是 已经产生了一个行动序列H 我们首先去计算 其他玩家在产生 这一个行动序列H中 他们的概率值是多少 乘以在这一个策略之下 从行动序列H 进入到中止局势Z的概率 最终再乘以玩家I在中止局势Z的概率 然后我们对中止局势做一个便利 把它的层级进行累加 玩家I采取行动A 所得到的虚拟遗憾值 如下定义 RHA就等于 在策略Sigma下和信息级I的情况之下 即将采取行动A 所带来的虚拟价值 减去在局势Sigma情况之下 已经采取的行动序列H 它的虚拟价值 行动序列H所对应的信息级I 一旦值为R括号大写的IA 它等于所有属于这一个信息级 所能到达的行动序列 它采取行动A的虚拟遗憾值的哪家 最后玩家I在大写的T轮次 采取行动A的遗憾值 就等于在大T前面所有轮次 采取行动A 它对应的信息级I的遗憾值的哪家 对于遗憾值为负数的情况 我们不予考虑 所以我们做一个定义 让玩家I在信息级大写的I的情况之下 采取行动A的取值一定是一个证数 在T加1轮次 玩家I选择行动A的概率 如下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计算出来 在前面的大T轮次 玩家I在信息级I的背景之下 采取了A这一个行动的值的哪家 再除以玩家I能够采取其他行动的 虚拟遗憾值的哪家 使得这里变成了一个概率 有了玩家I选择行动A所计算出来的概率的大小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遗憾值的大小 来选择下一次刻的行为 当然如果遗憾值为负 我们则随机选择一种行为进行博弈 只是我们前面已经规定了遗憾值 它不为负数 所以说这种随机选择一种行为进行博弈 一般不会出现 再给大家介绍完 虚拟最小化遗憾值算法的情况之下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看看虚拟遗憾值最小化算法 如何用于博弈 这个例子被称为库恩普K 库恩普K是一种最简单的限注普K的游戏 它有两个玩家进行博弈 排值只有一二三三种情况 每位玩家各持一张手牌 然后根据各自的判断来决定是否加注 游戏中没有公共的牌 摊牌阶段比较为弃牌玩家底牌的大小 底牌牌值最大的玩家就为胜者 这里也定义了一些游戏规则 也就是说如果玩家A过牌 玩家B也过牌 那么玩家A和玩家B就比较牌值大小 牌值大的玩家获得收益一分 如果玩家A加注 玩家B也加注 那么去比较牌值大的玩家 牌值大的玩家收益加两分 如果玩家A过牌 玩家B选择加注 那么玩家A再过牌 那这时候是玩家B 他收益加一分 那下面也定义了其他的一些游戏规则 我们把库恩普克来构造一个博弈数 这个博弈数是以先手玩家为例 所构造出来的博弈数 这里的先手玩家把它定义为玩家A 我们可以看到从根节点出发 下面有三个止节点 分别被标注成正方形的一二三 这里的一二三指的是玩家A 也就是说我们假设玩家A 他拿到了牌值大小为1的一张纸牌 或者拿到了牌值大小为2的一张纸牌 或者拿到了牌值大小为3的一张纸牌 说只有这三种情况 我们以玩家A拿到了牌值大小为1的这张纸牌 为例来进行讲述 也就是这个博弈数的最左端 如果玩家A拿到了纸牌大小为1的这张牌 那么玩家B要么拿到了纸牌大小为2 要么拿到了纸牌大小为3的那张纸牌 好 我们先看 玩家A拿到了纸牌大小为1的那张纸牌 他看了看纸牌之后 他可以做出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就是他过牌即P 第二个决定他选择加注即大写的B 如果玩家A选择过牌 则进入到EP这个节点 EP这个节点表示 进入了玩家B要采取决策的这么一个节点 玩家B及EP这个节点 要么采取过牌 要么采取加注 如果玩家B在EP这个节点采取了过牌 那么我们知道玩家B 那么我们知道玩家B他的纸牌的大小 要么是2要么是3 总是比玩家1要大 因此玩家A只能收到-1这样的收益 如果玩家B在EP这个节点上面选择了加注 则我们进入了EPB这一个节点 EPB这个节点是玩家A准备采取策略的这个节点 那在EPB这个节点里面 玩家A要么采取过牌 要么采取加注 我们又知道 在EPB这个节点的情况之下 玩家B他的纸牌要么是2要么是3 所以无论玩家A在EPB这个节点 采取过牌还是加注 他总会得到一个负分 如果采取了过牌 玩家A的收益是-1 如果采取加注 按照规则 玩家B的收益是-2 其他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博弈数 按照每个节点来进行判断 他所选择过牌还是加注 这样的策略 然后到达了他的这一个叶子节点 通过叶子节点来判断 玩家A的收益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看到正方形是玩家A所在的节点 三角形是玩家B所在的节点 零形就是我们的叶子节点 是我们的结局 然后我们有两种策略 即P就是过牌 B就是加注 然后小写的I和冒号J 表示玩家A和玩家A所对应的手牌的大小 在这一个博弈数里面 我们会看到 它总共的信息集有12个 分别是E EP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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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点点 每一个信息集 其实就是博弈数里面 除掉根节点之外的 所有的非叶子节点 每个信息集都可以有不同的路径到达 如12个信息集里面 有一个信息集叫EPB 它对应了我们的这一个博弈数里面的一个非叶子节点 那么EPB是如何到达的呢 首先 E这个节点表示玩家A拿到了大小为一的指牌 然后玩家A采取了一个过牌的一个策略 于是进入到了EP这个节点 EP这个节点是玩家B准备采取策略的节点 玩家B采取了加注这么一个行动 于是进入了EPB这么一个信息集 所以从根节点出发 到达信息集EPB这一个节点 它所对应的行动序列 就是P和B即玩家A采取的过牌的行动 和玩家B采取的加注的行动 在这个问题之中 到达每个信息集的路径均是唯一的 因此所有的信息集当且仅当对应一个行动序列 有了这一个如上的定义之后 我们就可以采取如下的算法进行策略的选择 首先初始化遗憾值和哪家策略表为0 然后采取随机的方法来选择和决定策略 一旦决定了某个策略之后 利用当前策略与对手进行博弈 然后计算每个玩家采取每次行动后的遗憾值 根据博弈的结果 计算每个行动的哪家遗憾值的大小来更新策略 然后重复计算博弈若干次 最终根据重复博弈的最终策略 完成最终的动作选择 我们以信息集EPB为例来计算 在信息集EPB这一个节点上 玩家A采取过牌及P这个行为所产生的遗憾值 假设初始情况之下 两个玩家都以随机选择的策略进行决策 即在任意一个节点 两个玩家都以50%的概率分别选择过牌P或加注B 这两种行为 如果第一轮中玩家A的博弈过程为 一选择过牌到EP 再选择加注到EPB 再选择加注到ZR 则到达Z2的收益为UA括号Z2等于-2 我们来计算玩家A针对信息集EPB选择过牌这个行动的遗憾值 因为在第一轮中 玩家在EPB这一个信息集上采取了加注这么一个行动 得到的收益是-2 那么我们想看看在EPB这一个信息集 它采取另外一个行动 即过牌这个行动 它的悔恨值有多大 好 为了计算 玩家A在信息集EPB采取过牌 而不是采取加注而产生的遗憾值 那么我们如下进行计算 在当前策略下行动序列H 它包含P和B两个行动 即通过P到达EP 再通过B到达EPB 所以信息集EPB所对应的行动序列H 就只包含了两个行为 分别是玩家A采取的过牌行为 和玩家B采取的加注行为 那么这个行为序列H 产生的概率就等于1乘0.5 等于0.5 由于在EPB节点 选择加注和过牌的概率 均为50% 所以当前策略下 从行动序列H 到达终结状态Z1或Z2的概率 分别为0.5和0.5 我们又已知玩家A在Z1的收益是负1 在Z2的收益是负2 所以可知当前策略的虚拟价值 等于负的0.75 负的0.75 是计算从EPB这一个节点 有两种方式到达它的叶子节点 即要么到达Z1这个叶子节点 要么到达Z2这个叶子节点 所以把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 到达叶子节点的虚拟价值 进行累加 就构成了在当前策略下 玩家A基于行动序列PB 所产生的虚拟价值 它是负的0.75 如果使用过牌这一个策略 即在信息级EPB 我们选择了过牌这一个策略 而不是加注这个策略 那么玩家B促使行动序列PB 达成的概率仍然是0.5 因为最终采取了过牌 这一个行动到达的终结状态 只有Z1 所以说πSigma括号HZ1就等于1 则最终选择过牌的虚拟价值 等于负的0.5 那么计算出来这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在信息级EPB上采取过牌 这一个行动 而不是采取加注这个行动 它的遗憾值是0.25 上面我们给出了 在博弈书里面 EPB这一个信息级 所对应的采取另外一个行动 所带来的悔恨值 那么基于上述表示的算法 我们知道在整个博弈书里面有12个信息级 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迭代计算 得到到达到达各个信息级应该采取行动的概率 如在EPB这一个信息级下 采取加注的概率为0 采取过牌的概率为1 在2PB这个信息级采取加注的概率是0.16 采取过牌的概率是0.54 很显然某一个行动的概率越大 则在当前这一个信息级下 则在当前这一个信息级下 在当前的信息级下 有的结果和通过理论解得到的结果 两者之间较为接近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博弈策略求解是博弈论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博弈规则的设计 也就是说假设博弈的参与者都是足够理性的 如何设计一个博弈规则能够确保公正性 或者达到设计者的最大利益 那么它有非常多的应用领域 如拍卖、供需匹配或选举 在规则设计里面有不同的算法 比方说有GS算法 GS算法是指的是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会碰到与资源匹配相关的决策问题 因此需要双向选择 把这样的情况称为双边匹配问题 在双边匹配问题中 需要双方互相满足对方的需求才会达成匹配 匹配的稳定是指没有任何人能从偏离稳定的这个状态中获益 如果将匹配问题看作是一种合作博弈的话 那么稳定状态解就是纳什均衡解 1962年美国数学家提出了 针对双边稳定匹配问题的解决方法 并将其用于稳定的婚姻问题的求解 稳定婚姻匹配问题是指在给定成员偏好的情况之下 为两组成员寻找稳定匹配 因为这种匹配并不是简单的 架高者得 所以匹配解法应该考虑双方的意愿 稳定婚姻问题的稳定解 是指不存在为达成匹配的两个人 都更倾向于选择对方胜过自己当前的匹配对象 这里给出了GS算法应用于稳定婚姻问题求解的算法 它也是一个迭代的这个过程 在这个迭代过程里面我们发现 男生使用贪心策略告白 女生则具有选择权 一旦出现不稳定的匹配 则替换当前的匹配 同时也有最大交易圈的算法 在这种算法里面 这是一种交换不可分的标的物的匹配问题 被称为单边匹配问题 在这个问题里面 有一个最大交易圈算法 即TTC的方法 算法的过程如下 首先每个交易者连接一条 指向他最喜欢的标的物的边 并从每一个标的物连接到其占有者 或者是具有最高优先权的交易者 此时一定会形成一个有向图 并且必存在交易圈 对于交易圈中的交易者 将每个人指向的节点所代表的标的物 赋予这一个人 同时交易者放弃原先占有的标的物 占有者和匹配成功的标的物 离开匹配市场 就是从剩余的交易者和标的物之间 重复进行教育圈的匹配 直到无法形成教育圈 算法停止 我们给一个是有匹配的问题 假设某寝室有ABC 四位同学和123四个床位 当前给ABC 四位同学随机分配了 4321四个床位 并且已经知道 四位同学对床位的偏好如下 即同学A最喜欢床位1 对床位2次之 对床位3再次之 最不喜欢床位3 我们依照刚才讲过的TTC算法 可以得到如下的匹配图 在这个匹配图里面会发现 A和D之间形成了一个交易圈 可达成交易 所以A得到床位1 D得到床位4 并且把A和D 以及床位1和4 从匹配图中移除 移除之后 我们又得到新的匹配图 可以看到 B和C都希望得到床位2 无法再构成教育圈 但是由于C是床位的本身拥有者 因为已经把床位2分给了同学C 所以同学C仍然得到床位2 B只能得到床位3 最终通过TTC算法 得到的交易结果是 A选择了床位1 B选择了床位3 C被分配了床位2 以及D被分配了床位4 B选择了床位3